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学习耶稣亚的开篇 今天关于神差遣耶稣亚带领以色列人征服和进入应许之地 我将与你们分享近前领袖的一些特征 让我提醒你们 在耶稣亚记忆无论是领袖还是跟随主的 还是领导的目标都具有神圣的意义 让我们从应许之地和耶稣亚开始 在开始之前让我们看一看赐给亚伯拉罕的地 这地基本上是家囊地 神将这地赐给亚伯拉罕 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我们读到了神呼召亚伯拉罕 离开他的父家 前往神要指示他的第一的记录 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十三章十五章和第十七章 记载了神要把第一次给他的后裔的应许 我们个别在创世纪第十六章和二十八章 看到了神像亚伯拉罕的儿子 以少和以少的儿子雅各重复这样的应许 在出埃及纪第十三 三十一节神也向他的后裔重复了这个应许 甚至在署名纪三十四章三到十二节 更进一步的重生了这一点 神第一次将他将这地赐给亚伯拉罕的 大约五百年之后 在约书亚纪第一章第四节 将这地的边界再次描述给约书亚 当时神已经应验了亚伯拉罕 将成为大国的应许 亚伯拉罕的后裔便是这个大国以色列 他们在埃及被奴役了四百年 在摩西的大理下脱离了奴役的复数 准备进入这个应许之地 但是由于以色列的悲逆 神惩罚从埃及被拯救出来的 那第一代人在旷野漂流四十年 也不得让他们进入这地 让我们接下来看一看 耶稣亚他本身的背景 耶稣亚第一次出现在圣经中 耶稣亚的名字最早是在 《出埃及记》第十七章中出现 这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以后 第一次作战对卡亚玛利人 对于耶稣亚的童年及其家庭的背景 我们知道他是嫩的儿子 耶稣亚在圣经中被描述为战士 他几次率领以色列人 抵挡敌人的攻击 耶稣亚在圣经中得到了赞许 他顺服神 耶稣亚他是被拆的十个探子 探子之一 这十个探子他们归探加南地 耶稣亚便是他们这十二个探子之中之一 十二个探子他们回来后证实了 那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 但是有十个探子说 要征服这地是不可能的 因为那里的居民人数多于以色列人 而且还比以色列人强大 以色列人听完探子的报告后 大声嚷嚷哭号 向摩西和亚伦抱怨 他们感到害怕 以为这将是他们旅途的终点 也就是他们生命的终点 他们将无法打败那地的居民 他们将被困在旷野里 以色列的不幸 记在明书记第十四章第四节里 明书记第十四章第四节 众人彼此说 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 哎呀 这有多么的可悲啊 返回埃及 他们被奴役的地 他们宁愿选择去做奴隶 也不愿意到一个 他们可以享用牛奶和蜂蜜的 一个自由生活的地啊 再来让我们看一看 明书记第十四章六到九节 请大家翻到明书记第十四章六到九节 第六节 归探地的人中 愣的儿子 约书亚和亚弗尼的儿子 加列斯列伊弗 从以色列 全会众说 我们所归探 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 约和华诺喜悦 我们就必将我们带领 必将我们领进那地 把地赐给我们 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 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 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 并且因毙他们的 已经离开他们 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不要怕他们 约书亚和迦勒 约书亚和迦勒的信心 不在于以色列人的人数 也不在于他们的军事实力 约书亚和迦勒 没有计划和谋略军事战略 去攻打更大的居民 和占领他们的土地 迦勒和约书亚 他们是顺服神的人 即使他们显然是少数 仍然相信神和神的应许 并尊神的命令 而避免受了神的审判 让我们看一看 以色列人他们不顺服的结果 由于以色列人的不顺服 从埃及出来的第一代 以色列人不得进入应许之地 我们可以在民宿基地 14章第23节中看到这一点 神这么说 他们断不得看见 我向他们的祖宗所启示 应许之地 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 神让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 那些宝恶性以至以色列人不幸的 十个探子都遭受瘟疫死了 只有迦勒和约书亚的进入应许之地 其余的人都在旷野里死去了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 约书亚的领导 首先我们要学习的是 约书亚他成为一个 他成为以色列的下一个领袖 并不是偶然的 在民宿基第27章和生命基第31和34章 神力约书亚 成续摩西的职位 约书亚多年担任摩西的助手 我们能够在出埃及记第24章34章 民宿基第11章 确认约书亚多年担任摩西的助手 我们都能够意识到 约书亚的任务是很艰难的 毕竟他要成续的是摩西的职位 神通过摩西为以色列人行了神迹 让我提醒大家 神向摩西显现颁布实戒 通过摩西写下所有的律法 此外出埃及记第33章第11节 也告诉我们约书亚与摩西面对面 也说话好像与朋友说话一般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摩西没有看见神的面 因为没有人能够看见神的面 并能够存活的 但这确实意味着摩西 摩西与神他们两 他们就像两个朋友聊天一样 摩西能直接与神对话 在出埃及记第33 21到22节 我们被告知神的荣耀经过的时候 摩西在潘石奉舟 神用他的手掌 遮盖摩西直到他过去 摩西只看到神的背后 我想没有人能够像摩西那样 有意识地亲近神 约书亚要取代摩西的工作 和他的地位是很艰难的 因为神不仅仅通过约书亚的前任 为以色列人成就了许多事 约书亚的前任 也就是摩西 也是神的朋友 因此约书亚要取代摩西的工作 和地位是很艰难的 许多人将会自认 无法胜任这样的重担 尽管如此 约书亚被神立为下一届的领袖 呼召摩西和约书亚是同一个神 我们要仔细地考虑着对约书亚的影响 我知道我们总是想 要是神呼召了我们 我们一定能够胜任的 我们必须有自信 不能感到不足 我们一定会成功 但是请记住 约书亚不是突然取代摩西的 圣经告诉我们 约书亚在摩西的指导训练下成为领袖 摩西领导以色列人的许多关键时刻的时候 约书亚都伴随在旁 观察摩西 让我们看看几个例子 在出埃及基地十七 当中摩西教约书亚带领他所选出的人 去和亚马利人征战 这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以来的第一次征战 第二个例子是在出埃及记第24章第13节 中摩西上西乃山接受使劫的时候 他带了约书亚 而不是亚伦或以色列的任何其他的长老 下一个例子是在出埃及记第23 对不起 在出埃及记第32章中 约书亚见证了摩西 发义路甩破法板 另一个例子是在出埃及记第33章11节中 摩西在营外的会幕与神面对面说话的时候 约书亚就在 就在会幕那里听着 摩西转到营里去 唯有他的帮手 一个少年人弄的儿子 约书亚不离开会幕 这让我们知道 约书亚就在会幕里头 当摩西与神面对面对话的时候 约书亚就在会幕里头 所以因此约书亚是在摩西的监护下 跟从并观察和学习摩西 当神呼召人服侍他的时候 神会预备他所呼召的人 所有的圣经的人在服侍前多年都会 花许多的时间准备 在当今的及时的世界里 似乎连神的呼召也是必须是及时的 许多神的传道人 若他们既然是神所呼召的 并没有充分学习 并在没有充分学习或训练的情况下 开始传教 侍奉神的准备应该是按神的条件 而不是我们的条件 我不仅在谈论神学院的训练和神学的研究 我说的是我们与神同行的成熟性 耶稣在地上花了三年的时间 训练门徒才拆解他们去服侍 使徒保罗在侍奉使眼 也花了一段时间研究圣经 在旧约中 祭司们他们也必须受过训练 才能够开始侍奉 因此没有及时成立的施工 其次我们也要了解到 耶稣的努力并非是一施 耶稣给神给了 耶稣一个特定的人物 在本章的开头描述了 以色列领袖的过渡时期 神在第二节确认了耶稣的领导权 并给了耶稣明确的指示 这基本便是进入应许之地 并在那里定居下来 从而应验神给先祖们的应许 这显然不是一件意思 在第五节中神这么说 你平生的日子 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我怎么与摩西同在 也必照样与你同在 我必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神向耶稣做出报证 我们之前已经看到了 耶稣的身为 他只是如何的顺服和信任神 但是他们要占领土地 神向耶稣做出了保证 我们之前已经看到了 耶稣身为 看只是如何的顺服和信任神的 但是他们要占领土地 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那第三起伏当地的人民身体也强壮 也住在强城内 同时以色列没有比他们在当地的敌人强大的力量 即便是有的话 在旷野漂流了40年之后 我们要认为他们已经是精疲力尽 也不算过分 因此神在这里的勉励能够振奋约书亚 事实上提及摩西的名字是特别有趣的 神在出埃及西第三章第十二节中 第一次呼召摩西的时候 也给予了同样的保证 神在今天的经文也向 约书亚表明了将与他同在 就像神与摩西服事时 神一直与摩西同在的一样 这节经文不是对约书亚说 他做事将会一直都会亨通 神怎么与摩西同在 也必照样与约书亚同在 摩西在服事神带领他的同胞 出埃及的时候面对了什么呢 摩西他是否带领了一群快乐的人 顺顺利利的前往那美妙绝伦的地呢 不当然不是了 摩西在旷野中带领了一群顽固自扭的人 要记得这群人 因为他们的不服 以至于无法进入应许之地 以至于摩西他本人也由于对他们的义路而被禁止 进入应许之地哦 实际上 实际上正因为耶稣亚将面临种种的挑战 神才这样的勉励 才这样的勉励耶稣亚 如果一切都能亨通的话 那么就不需要这样的勉励了 神吩咐耶稣亚越过约旦河到应许之地 就向摩西带领以色列人 过红海摆脱埃及奴役一样 然后在第六到九节 我们看到同一个命令 重复了三遍 在第六节中 神命令 约书亚刚强壮胆 这不是因为他拥有一定的即时能力 征服这土地哦 而是因为这是神向他子民所应许之地 神的第一次 神第一次叫约书亚要刚强壮胆 是基于他神的应许哦 这不是叫约书亚依靠自己的能力哦 在第七节中 神重复了刚才所说的话 只要刚强大强大 但是在这里 约书亚力量的基础是 谨守遵行 我不仁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 这种信息是建立在神通过他的律法的能力之上的 约书亚要遵行一切的律法 这节经文不是一种 增强约书亚自信的魔咒哦 神第二次勉励 对不起 神第二次勉励 约书亚刚强大大壮胆 是基于他的律法 约书亚要谨受 遵行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律法 不可偏离左右 在第九节里 在第九节里 神第三次叫约书亚当刚强壮胆 这次神也说不要惧怕 也不要恐慌 因为无论你往哪里去 约书亚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这一次约书亚当刚强壮胆的原因是 因为神应许 无论他到哪里 神也必与他同在 在此我们必须非常仔细的解读这节经文哦 我们很可能会认为 无论耶稣亚走到哪里去 神都会跟随他哦 我们常常以为 这节经文赋予我们自由 可以随心所欲 而且我们的目的并不重要 因为无论如何 神都会与我们同在呀 我相信这是对经文的错误理解 这节经文实事上暗示 无论神叫约书亚往哪里去 他都将顺服神 这里的重点是 约书亚愿意往神叫他去的地方 而不是相反哦 这不是约书亚第一次听到这个命令 在生命纪第31章7到8节中 我们读到摩西招了约书亚来 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 你当刚强壮胆 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 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所赐之地 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 耶和华必在你面前行 他必与你同在 必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不要惧怕 不要恐慌 因此几乎能够肯定的是 无论往哪里去的 诫命指的就是那应许之地 耶稣亚不应该再去寻找另一个新天地 让我们再来看看第八节的经文 我认为这是一节深受众人喜爱的经文 以至于这成为了成功的基督领袖的经句 确实的这是一节美丽的经文 但是我们必须从中获得神要我们所学习的教训 在第八节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 总要周夜思想好 使你尊心这书上所写的一切 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横动 凡事顺利 首先什么是这律法书呢 第七章里的一切律法也提到了律法哦 在第七节的是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 被翻译为律法的西伯拉原文 陀拉指的就是圣经的前五本 也就是摩西五经 在以色列代君王时期的整个历史中 都有无数关于摩西律法的记载哦 R.C. Sprouse这么样的写道 根据《生命记》第十七章第十八 当时举节以色列王 以色列王登上了王位的时候 就要把律法书为自己操录一份副本 并每日要思想律法 以便好好地治理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是如何谨守遵行律法 将受到神的审判哦 在《生命记》第31章24到26节 记录了摩西将律法写在书上 将书交给台约和华约贵的立位人哦 再来我们看看 即使被如后返回耶路撒冷 并重建圣殿的时候 律法书仍然被称为摩西的五经 例如在尼西米记第八章第一节中 请问是以斯拉将耶和华 借着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 带来 在基督的时代 时代圣经被称为 陀纳和纳 由三部分组成的 第一律法 第二先知书 和第三文基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九月圣经 以及在《路加福音》第24章第44节 耶稣对他们说 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 所告诉你们的话 说摩西的律法 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载的 凡指着我的都必须应验 因此尽管有观点认为 前五书或摩西五书有多位作家 但是毫无疑问的摩西 确实写了圣经的前五本书 很有可能是在以色列人 在旷野漂流的40年里头写的 因此这律法书指的就是 旧约的前五本书 这仍然是神的话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拥有圣经的一部分 在第八节 约书亚要遵行三个主要的命令 第一 约书亚不可让律法离开他的口 约翰加尔文做了一个有趣的观察 他怎么样的写道 而我这样的因素 但是为什么神不允许律法离开他的口 而不是他的眼睛呢 以口来代替脸是愚蠢的 但是我敢肯定的就是 口这个词主要适用于一个不仅为自己 而且为他所治理的整个人民的利益而学习 因为他被命令要学习律法 以便他讲律法的时候是造福人民 这也就是这人的职责所在 耶稣亚作为子民的领袖 有责任确保神的话不断地传讲给他的子民听 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律法书 律法写在书上不是什么隐藏的法规 实际上阅读律法是神所命令的 在圣明记第31章第9到13章 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 交给他 耶和华约会的祭司立位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 摩西吩咐他们说 每逢七年的魏语年就在 哥缅年的定期祝盆节的时候 以色列人众人来到 耶和华女神所选择的地方 朝见他 那时你们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 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 要召集他们的男女孩子 并在城里居住的 使他们听 使他们学习 好敬畏耶和华 你们的神 尽手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 也使他们为 晨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意 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 你们的神在你们过约 但何要得为基业 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 常常这样 这对我们来说 将这命令 代代相传是重要的 耶稣亚在离世之前 命令以色列人要顺服神 他在约书亚第23章第6节 怎样的对他指明说 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 谨守尊心 写在摩西律法上的一切话 不可偏离左右 这是神给他同样的命令 其次摩斯要昼夜抵思想神的话 思想神的律法是一种认知的活动 圣经语言词典将思想定义为 诚实认真考虑和考虑特定的信息 并可能暗示以低声话 说话审查资料 这不是习惯性所产生的 耶稣亚要认真地考虑律法 这意味着他要理解律法的内容 这是与诗篇第一章第二节中 所使用相同的词 作者在诗篇第一章第二节 教导我们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的人有福 耶稣亚本身必须真正理解神的律法 以便可以宣讲和教导神的律法 昼夜思想神的律法 意味着我们将他作为我们生活的中心 是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中心 再来耶稣亚也要 仅尊书上一切所说的话 要顺从其中所写的一切 耶稣亚不仅要传讲教导 思想和理解神的话 他还要谨守所写的一切 如果耶稣亚不了解圣经的话 他便无法行出他所思想的 诗篇第一章第一节 描述了一个谨守神的人的话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作为慢人的座位 如果我们不了解神的话 我们便无法按照神的话生活 与此同时学习和教学律法的最终目的就是实践律法 在亚科书第一章第二节 我们也这样子读到 只是你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自己欺哄自己 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三节 也怎么样写到 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唯意 乃是行律法的唯意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 耶稣亚的优先事项是什么呢 神没有叫耶稣亚组成 组织武装力量 神也没有叫他要训练他的战士 神也没有叫他要奋勇作战 不 耶稣亚的有些事项就是神的话 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的未来取决于他们是否顺服神的话 这一个命令 实事上需要耶稣亚有强大的品格 耶稣亚是一个比较熟悉战斗的人 他的天生倾向可能在于今次的设立 此外 对耶稣亚来说 如果神让他拥有大规模杀伤力的武器 这将会给他更大的安慰 不是吗 但是耶稣亚的成功与繁荣 取决于他和他的人民顺服律法 耶稣亚的责任不是军事 而是在树林上 这告诉我们 确实是神允许他们征服了应许之地 这告诉我们神确实将应许 应验他的应许 我们最终的责任便就是 服从神 让我今天再次曾经 对今天的我们来说 基督徒生活和整个观念 是我们经走神的话 就约的目的是向我们展示人 即使是神所拣选的人 也无法在这个堕落的世上 履行人的责任 生命纪第七章第六节 神拣选了以色列人 因为你们归约和华 你们你神为圣洁的名 约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 拣选你特做自己的子民 神拣选以色列人的目的是什么呢 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五到六节中 神这样的告诉摩西 无尽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你们要归我做 祭司的国度 为圣洁的国民 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应该是神的圣洁指明 以色列本该做军尊的祭司 这意味着以色列应该成为一个周围国家 可以认识神的国 这听起来对你熟悉吗 彼得在彼得先书第二章第九到十节 这样对我们说了同样的话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 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那招 你们出黑暗路 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你们从前算不得 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 从前未曾蒙怜悯 现在却蒙了怜悯 就像以色列人要圣洁 因为神是圣洁的 我们也要圣洁 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 我们要像神一样 像他一样 因为这就是像基督一样 因为耶和 因为耶稣就是无形神的形象 没有比耶稣更适合 没有比耶稣更适合的榜样了 菲利比书第二章第八节 既有人的样子 就是自己 就自己卑微 存心 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如果我们要像耶稣一样 那么我们也要顺服 在第八节 在第七节 我们再次看到了这个字 顺利 在这段经文中 我们必须看看以色列人顺服 应许之地的背景 实际上第七节的顺利的意思 是新胜或成功 约书亚的成功是顺服神的话 按照这段经文而言 便是他成功地 征服了神 应许他子民的地 换句话说 这里的顺服是按照神的旨意 和他对他子民的安排 约书亚能够击败所有的敌人 成功征服神的应许之地 这节经文的成功的关键 不是指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愿 我们要谨尊神的话 因为我们被命令要这样做 我们顺服神是我们成圣过程的一部分 是将荣耀归神的名 这意味着我们要顺服神的话 这是神更大的计划中的一部分 这不是实现我们内心自私欲望的一个方式 在第八节中重复了这个概念 根据圣经语言 词典顺利的原文意识是 掌权强有力及拥有压倒一切的力量 人或人联合起来 换句话说 约书亚的军队将在神的旗帜下 全力以赴攻击该地的居民 然后占领地 这和成功一直相符 在其最初的西伯来文中 实际上与上述第七节中的顺利 一直是相同的 约书亚的兴盛和成功取决于神 因验了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再有这不是说 如果我们谨守 如果我们谨遵神的话 我们将按照我们的旨意 我们的意志或欲望成功或新胜 现在我知道这将使我们问 那么为什么要强调新胜和成功呢 让我们考虑到目前为止所学习的 这就是约书亚面临的巨大挑战 约书亚在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上 发挥了足轻重的作用 在本书的前十二章中 他的军事领袖 他的军事领导力反复的出现 征服之后 他随后将这些地方 给以色列支派做产业 然而真正的重点事实上 不是新胜或成功 而是尽尊神的话 再来最后一个要学习的 就是领导由加利开始 约书亚为神 约书亚为神成就了伟大的壮举 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 就是一个人最大的事工 莫过于在他自己的家中 约书亚虽然全力侍奉神 却没有忽略他家人对神的顺服 约书亚在临死之前 劝勉以色列人的领袖 在约书亚第24章第14到15节 我们这样读到现在 你们要经为耶和华 诚心实意的侍奉他 将你们列主在大河那边 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 除掉去侍奉耶和华 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 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 是你们列主在大河那边 所侍奉的神呢 是你们所住在住这地的 压摩利人的神呢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结尾 约书亚是近前领袖的榜样 他是一个伟大的领袖 不是出于他在军事上的技术 他是一个伟大的领袖 不是出于他领导的能力 他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领袖 是因为他观察并向另一个 近前的领袖摩西学习 更重要的是 耶和华是一个伟大的领袖 是因为他说服了神和亲手他的律法 他是一个伟大的领袖 因为他命令他的子民 顺服神和谨尊他的律法 我们可能具有出色的领导才能 但是对神而言 我们顺服他才是最重要的 当我们能够学习神的话的时候 但是如果我们不顺服神的话 我们这些学习都是 都是没用的 圣经里的许多优秀的领导 他们最大的品格 就是他们顺服神 让我们也向他们学习 让我们听入祷告 感谢主的话 阿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